歡迎打開Ro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史達林死了沒 The Death of Stalin 感謝片商的邀請我去欣賞了這一部 在去年的金馬鷹展就已經上映過的 史達林死了沒 這是一部英國電影 由海濱帝國的Steven Buscemi 還有量子危機愛情天文學的 Olga Kurilenko等人主演 導演的是來自蘇格蘭的Armando Yannuch 他是一位非常會寫政治喜劇的編導 像是在BBC時期的幕後危機 還有來到美國之後 讓Julian Lewis Jeffers 連續六年拿下了愛美獎最佳喜劇類女主角的 《富人之人》 我自己非常喜歡《富人之人》這部政治喜劇 台詞、劇情都寫得非常好 聰明、幽默又十分的諷刺 我每次都被裡面那些尷尬的狀況弄得非常開心 史達林死了沒 也是一部好笑又大膽的挖苦政治人物 這些在上位者的一部電影 講述1953年史達林意外倒下之後 所引發的一場爭權大戰 史達林前蘇聯的最高領導人 執政將近30年的期間 帶領蘇聯走向的現代工業化 打贏二次世界大戰 成為可以跟美國對立的一個大國 晚年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 進行政治肅清的大清洗行動 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獨裁者 直到今天他似乎還是一個 蠻讓人民懷念的一位政治領袖 介紹了這麼多 但這部電影其實跟他比較沒有關係 主要的角色是他身邊的那些左右手們 畢竟是在講他死後繼承權的搶位戰 一個副主席、一個情報頭子 以及歷史上面的接班人賀如學夫 就是我們在看那些冷戰電影中 美國要對抗蘇聯時他們的總理 喜劇的做法通常是 讓觀眾有比較高的優越感 讓觀眾感覺比角色還要聰明一些 故事中人物的行動 讓他們看起來都像是一群笨蛋 或者是小丑 然後他們做的事情、說的話 都會讓我們哈哈大笑 一個正常人或者是一群正常人 他怎麼會變成了一個 這麼看起來低智商的丑角呢? 這就是編劇的工作了 有時候是因為他愛上了某個人 或者是他因為愛錢 這類貪心的行為 總之喜劇是利用人類性格上面的某些缺陷 讓人物成為這些喜劇角色 在史達林死了梅之中呢 利用的是權力這個魔戒 對權力的渴望 還有對權力的屈服 製造出來相當多荒謬的行徑 電影一開始就利用史達林 他每天晚上給情報局長 一張暗殺名單去執行任務 來表示這個極權者的強大殘暴還有無情 裡面死了很多的人 而且都來得又快又急 讓這部電影呢 在政治喜劇的樣貌上面 還多了黑色喜劇的色彩 這種喜劇非常的依靠演員 去傳達這些人物的喜感 還有他們的魅力 人性的醜態是這部喜劇的重點 每個依靠體制生活的角色 都會表現得很渺小 我們會看到滿滿的小人物 在控制這個國家的權力中樞 他們會做出各式各樣荒腔走板的行徑 去無所不用其極的自保 看起來非常的愚蠢不真實 但是又好像講到了某些真理 電影給人的感受呢 不像是電視劇來的那麼的輕鬆 就算是年代久遠 地點又不是很近的蘇聯 史達林死了沒 在表演上面還是製造了很多的真實感 讓我們在某些時刻會感受到螢幕上面發生的事情 是有可能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 這個英國導演讓我們看到很多角色 在面對恐懼時候的真實反應 我就表現出這股真實恐懼的情感 是讓這部電影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或許跟我們的真實生活有關 也許美國的觀眾就不會體會到這樣子的感覺 這樣一場綜藝十足的權力鬥爭 我還真的有點熟悉感 這部電影有歷史意義或者是什麼教育性嗎? 它當然不像是辛德勒的名單 或者是帝國毀滅那樣子的電影 但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那股 直面而來的衝擊感 整個電影院中殘酷的歡笑生理 導演製造了一種歇斯底里的氣氛 非常快速的節奏 這是一部在各方面都很精準的電影 相當的好看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推薦給享受政治喜劇所帶來的諷刺 還有省思的朋友們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